日本是在一个板块交界的地方 地质的活动造成的包含火山 或是地震的灾害其实是相当多的 另外因为它的位置所在的地方 所以包含天气 台风 或者是好雨 霉雨 造成的洪水 乃至于因为地震引起的海啸 这些灾害等等 当时的人们自然界的知识 理解并不是那么的丰富 有许多未知无知的状态 所以很多的天灾也会转变成人祸的状况 在西元735年 737年 这个两年之间 其实发生了一个天花的流行病 其实原本日本的本岛是没有天花的 根据这个文献所记载 大概可以推测这是从亚洲大陆来的 那时候日本其实开始跟包含朝鲜半岛 包含中国地区的政权往来的状况之下 亚洲大陆流行的疫病就透过了这一些 包含使节 包含商人等等 就传到了日本的本土来 这个是在圣武天皇即位的初年 圣武天皇想要有一番作为 却没想到刚即位就遇到这样的状况 天花最一开始就是在九州地区 那后来传到了这个基内 不论是贵族或平民都完全没有办法姓名 那全城家族藤原家 最重要核心的成员就有四名 就因为天花而死去 有学者根据这个赋税的资料来考察 天花流行的前后 其实造成了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的日本人死亡 这大概是那时候日本的三分之一的人口 那这么多的人死去 最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 劳动力严重下降 圣武天皇在当时对于医学 对于这些相关的疾病的知识 没有办法掌握的状况之下 当然只能够寻求信仰宗教上的协助 所以他开始推动对于佛教的重心 包含酬建东大士 建造这个卢瑟纳大佛的像等等 可是他在推动这些重新佛教的 这些活动的过程之中 却需要大批的人力物力金钱来支持 原本平民百姓经过这个疫病 元气大伤 却需要再去支援国家的建设 当然会造成名不了身的情况 而行基菩萨在这时候出现 去协助这些人们来重建他们的家园 当然就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 其实在当时的佛教是一个所谓的国家佛教 佛教是为国家而服务的 包含护国 包含维系这个政权等等的 所以佛教并没有离开中央 甚至是被禁止进到地方社会去 而行基它是把佛教带到民间社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当然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 其实原本掌握政治跟知识权力的上层社会 离他们是非常遥远的 这些平民百姓们他们一方面只求温饱 一方面要应付国家对他们的赋税的要求 当行基带着这个解释生命的去处 解释人的因果报应等等的这些知识 进到了民间 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这一切一切的苦难 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也可以得到救赎的 那行基也协助民间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他做了非常多的社会事业 造桥 铺路 建造寺院 到后来有一些地方好主 也因此而成为他的支持者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的势力越来越庞大 当然对于这个再上位者是造成了威胁 甚至这个再上位者原本是看不起 这一些比较底层的这些人们 可是后来因为国家的需求 反而需要这些人的支持 我想这个是一个当佛教走到民间之后 在由下而上造成影响 很好很好的一个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